好 这是不是太恐怖了 脂血纱布竟然留在肚子里头 长达了12年的时间 新竹县有一名妇人 常年饱受腰疼腿痛所苦 而直到最近呢 才终于查出了病因 原来是她在12年前 在新竹空军医院割盲肠 结果外科医师 竟然就把脂血纱布 留在她的肚子里头 妇人求偿240万元 但是医院只肯给 5万5千元的慰问金 双方谈不拢 现在妇人决定提高 不能久诊 工作没了 新竹一名曾姓妇人 因为常年的腰腿疼痛之苦 看片中西医都找不出病因 直到最近看骨科 照S光才恍然明白 原来祸首竟然是12年前 医生动完盲肠手术之后 所遗留下来的一块 脂血纱布 我快要晕倒 我没有想到说 那个东西会留在我的身上12年 找到当年的主治医师 再动一次刀 脂血纱布已经成了肉牙肿 而曾姓妇人12年来的 噩梦得到的只有一句 对不起 只有刚刚发现的时候 你跟我说对不起 你们空军医院真的没有一德 也没有一点那个良知在 也没有一点良心在 12年的腰腿疼痛 还有心理折磨 医院只愿意给 5万5千元的慰问金 这让尊姓妇人很生气 不过空军医院回忆 妇人要求240万的赔偿金 真的很高 双方现在没有办法达成 和解的情况下 医院表明尊重真姓妇人 诉诸法律的意愿